李教授 接著我們就請李教授來幫我們做報告 主持人還有各位早聊的夥伴大家早安 我們非常感謝台樹長期的支持 然後讓我們早聊的孩子能夠動起來 我們希望藉由這樣的課程跟我們幫大家設計的手冊還有DVD 可以幫助大家未來在實務工作上 那其實一路走來真的非常感謝台樹 還有今天在場的我們的紅島 其實我們的DVD就是紅島一首拍子的 過程其實是還蠻辛苦的 因為要配合孩子能夠配合拍攝的一個狀況 所以中間也出了不少小插曲 那終於能夠把它製作完成 好 那我們早上四個小時 目前的規劃是這樣子 由我先做開場白 那我們跟大家分享在整個早聊兒童 發展次完兒童 我們怎麼樣執行健康促進 就是等於是一些基本概念跟大家做分享 那其實早上介紹的整個的早聊的 就是等於發展次完兒童健康促進的觀念 今天早上介紹的重點 我們整個有融入我們的手冊跟DVD 所以今天算是一個 就是等於是一個介紹的性質 那大家未來實際運用上 需要再去參考手冊跟DVD 在食物工作上 好 那我就直接進入我們的主軸 好 我們知道 為什麼要做健康促進 因為人人都應該要健康 包括我們發展次完兒童們 慢飛天使 那健康 健康實際上是很殘酷也很現實 怎麼說呢 其實有做一定有進步 那只要我們開始忽略它 或是我們沒有再繼續執行 一定會回到原點 甚至是往後走 那這就是健康的一個本質 好 那我們說 我們就先從 慢飛天使健康問題 來談他的健康促進的原則 我們知道我們都常常說 我們的孩子發展比較遲緩 那很可能跟原本 原本就是發展障礙 發展遲緩有關 所以我們在談他的大小動作發展遲緩 笨拙 那我們知道不同類型的發展遲緩 兒童 包括比較屬於動作發展遲緩的 我們看到他的動作發展遲緩 那有認知 認知發展遲緩 或是語言溝通發展遲緩 或是社會互動方面發展遲緩 那這些真的是原自原本的 原本的不管是腦傷 或是說一些特殊結構 腦構造的一些特殊關係 而發展遲緩嗎 這個是值得我們去審思的 我們一般都認為說 這些好像是 就是說 本來就是發展遲緩 所以這些現象 這些現象是很理所當然 因為本來就是所謂的發展遲緩 就是有這樣的一些 就是各個領域發展 發展比較遲緩的一個問題 不過我們要提醒大家的 尤其我們在螢幕上幫 在這張投影片幫大家標示的 標示的特別的顏色 要提醒大家的 其實孩子的發展跟環境互動 非常有關 那其實整個這次早聊的研習 大家也會看到 都是相同的概念 不管是在健康促進這個領域 或是說我們在其他 其他早期療癒的領域 都有相同的概念 我們發展遲緩兒童的很多發展遲緩的現象 可能跟他的生活經驗 跟一般的孩子比起來比較不足 缺乏環境的探索 缺乏很多活動的機會是有關的 那這些不一定是原本 原本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其實有很多是可以去調整他 或是說可以讓他很不一樣的 那譬如說像肌肉張力好了 我們知道像肢體障礙的孩子 譬如說腦麻的孩子 有肌肉張力的問題 其實很多證據已經顯示 腦麻還是肌肉張力的問題 可能是他生存的方法 什麼叫他生存的方法 如果他的力量不夠 他必須發展的一個是 想辦法用他僅有的一個方式 譬如說發展出比較強的張力 讓他的關節穩定度好一點 來維持他的姿勢 所以張力常常是所謂惡度的一個現象 而不是原始的 不是一個原始的一個障礙問題 所以也相同的其實認知也一樣 雖然我們的孩子 也許在認知在腦構造的部分 這部分是比較有 有就是容易 就是說等於認知的部分 比較是跟一般的孩子比起來 是比較有就是比較有弱勢的地方 但是很多認知方面的發展 可能跟生活經驗是有關的 所以他息息相關 那我們在早期療育這個領域 我們在做早期療育或是健康促進 其實他是彼此扣在一起的 那以健康的問題來說好了 缺乏環境的探索 缺乏這樣的一個 就是等於探索的所獲的一個樂趣 他其實是缺乏動機的 那當他缺乏動機 缺乏一味的這樣的一個動機 缺乏這樣的經驗 那相對的實際上他就更發展次換 所以他實際上是環環相扣的 那早期 如果長期多缺乏這樣一個環境探索 那你知道其實人的一個生長 我們所謂的生物體 其實是很需要跟環境 就是等於是需要有感官刺激 所以我們就看到很多發展次換的兒童 如果在早期療育 在特殊教育這部分我們沒加強 他們其實發展很多自我刺激的行為 那這些行為後來反而都會變成很多 就是反而是會影響他其他的發展 甚至包括跟別人的人際互動 所以他彼此是環環相扣的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今天在談健康問題 在談健康促進 我們其實有強調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那就是讓我們的孩子 讓我們每個人動起來 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概念 因為他是一個惡訓循環 當我們靜態不動的時候 其實我們增加這樣子一個健康風險的 好 所以發展次換的兒童 我們根據很多 不管是國內或國外的證據 我們已經看到他也是一個所謂的健康風險 那孩子容易感冒生病 也是我們長期觀察的 那我們也很關心孩子長大了 其實有很多慢性疾病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健康促進真的是要及早進行 好 所以曼菲天使的健康 他的健康在比較 等於是當他進入成人 其實也有很多證據顯示 他是有健康 就是說我剛剛談的健康風險 其實現在是有非常多證據 已經在顯示這樣一個健康風險 那包括他就醫的次數 他的剛剛提到慢性疾病方面 心血管疾病方面 或是說成年之後青春期之後的過重問題 還有其他刺發性的心理健康的問題 好 所以我們從這裡談起 所以曼菲天使的成年之後 我們觀察到 尤其在健康這一塊 觀察到的變肥胖 體力不夠 肌力肌耐力不夠 身體不柔軟 那我們真的要顯示 這不一定是一個自然發生的現象 或是說是一個合理的現象 也許我們是可以改變它 然後它很可能其實是一個所謂的 是一個惡度的現象 是一個因為我們沒有做了什麼 所以造成了一個現象 所以我們是可以做一些改變的 好 所以健康促進早期保健 在不管發展磁環或是在場的你我 我們每個人都一樣 就健康 健康體勢呢 實際上是每個人都需要的 那任何一個階段不做 都會影響下一個階段的健康 這就是所謂的健康體勢能的概念 我們知道說體勢能 體勢能其實有分非常多種 那也包括工作的勢能 包括一般的勢能 那如果跟健康有關的體勢能 那就是會影響健康 會影響健康的要素 那一個這一個階段不做 會影響下一個階段的健康 那一般健康體勢能 四大要素 身體組成 心肺耐力柔軟度 跟肌力肌耐力 今天會叫做健康體勢能 實際上是 就公務衛生 就流行病學 它都是有實際的證據 顯示這些跟我們的健康 是有直接相關 換句話說 我們譬如說 我們在一般的孩子 我們會談他的敏捷度 我們會談他其他的一些動作 或是其他的要素 如果他沒有跟健康直接有關 那個其實就是一般就歸為 就是所謂的運動勢能 或是勢能的部分 但是不一定是健康勢能 那今天身體組成 身體的組成分 我們的心肺耐力 就是一般人談的體力 我們的柔軟度 肌力肌耐力 今天會歸為健康體勢能 四大要素 就是因為它跟健康直接相關 那我們又提醒大家 今天在談柔軟度跟肌力肌耐力 跟健康有關的柔軟度肌力肌耐力 跟我們身體軸心有關 那所謂身體軸心 就是我們說以軀幹為主 身體的軸心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為什麼柔軟度 我們一般會談坐姿體前彎 會談軀幹的柔軟度 因為這是實際的證據顯示 它跟我們的健康有關 健康有關 那肌力肌耐力 為什麼我們要談做仰臥起坐 我們要談腹肌 我們要談所謂小飛機的動作 要談背肌 因為這也是跟健康有關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 在這一個領域談健康促進 我們如果又懂健康的一些基本概念 我們做起來其實會更 對孩子會更有幫助 好 那所以健康體制呢 四大要素跟健康相關 這是實際 實際上在科學證據上 有這樣的一個證據 好 那我們就從身體組成開始談起 身體組成就是在談身體的組成要素 那如果對我們一般人 我們一般會關心的就是所謂的 我們的脂肪啦 我們的肥胖的狀況如何 這是一般人在談身體組成 不過孩子的部分 尤其更要提醒的 所謂的淨體重組織 淨體重組織就是在談 肌肉骨骼的那個組織的部分 所以孩子的身體組成 我們尤其關心的恐怕不是 所謂脂肪組織的成分比例有多少 我們更關心他肌肉骨骼系統的發展如何 是不是具備足夠的這樣一個身體的組成分 讓孩子具備足夠的一個健康體能的要素 能夠幫助他生活健康 然後能夠配合未來在成長階段 他更需要有很多很多活動要執行 那他具備有沒有具備這樣的一個相關條件 好 那在身心那個身心障礙者 我們發現說常常很多發展癡癌兒童 發展障礙兒童進入就是過了青春期之後 那肥胖問題就逐漸呈現出來 所以這時候青春期之後的孩子的身體組成 身體組成會比較跟一般人 我們在談身體組成是有相關 就是他的肥胖過重的問題 不過我們也看到很多發展障礙的孩子 過了青春期另外有一群孩子是另外一個極端 那就是非常非常的瘦弱 那就是因為他在早療在特殊教育的階段 整個肌肉骨骼系統沒有跟著發展起來 所以他跟另外一群 就是我們看到發展癡癌兒童過了青春期之後的問題 就變成是兩個極端 好 所以身體組成之所以叫做健康體適能的要素 就是實際的證據顯示 他跟健康真的有相關 那跟我們一般了解的 所謂的慢性疾病高血壓糖尿病 冠狀動脈疾病是有相關的 好 過瘦過胖都不是理想 所以身體組成我們常常 其實最重要有沒有在那個好的範圍 在那個好的範圍裡面 那發展癡癌兒童在青春期後的過胖問題是比較明顯 但是我剛剛說過另外一個極端就是過瘦的問題 好 心肺耐力談的就是整個我們的心血管 心血管循環系統 那跟呼吸系統的整個的運作的一個狀況 那是不是能夠適當的把氧氣跟必要的氧分輸送到我們肌肉組織 能夠維持有足夠的一個體耐力 好 那心肺耐力加的人 我們知道說他是精力充沛活動比較能力比較好 所以心肺耐力被歸為健康的要素 就是因為他實際上跟健康狀況的呈現是直接相關的 那心肺耐力差的我們看到孩子容易感冒 所以很多人在關心說發展癡癌兒童 我怎麼去測我們健康促進的成果 其實用一學期或一學年孩子的感冒的天數生病的天數 那就是一個很好的指標 所以我們今天也跟大家分享 也包括我們在手冊跟我們的DVD有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說大家都不要擔心說標準的測試沒辦法做 那是不是就看不到成效 其實不是的 我們很多從日常生活的觀察 一些非常基礎本來在機構就有的基本資料 其實都可以呈現相關的一個成效 好那心肺耐力跟健康有關 所以它是健康的一個要素 好那心肺耐力差的我們實際上用觀察就觀察了出來 很多活動孩子沒辦法持續的執行 所以當我們看到孩子在活動裡面執行的時間能夠拉長 其實就是一個心肺耐力體能變好的一個很好的指標 所以大家在談IFSP 在呈現你們的成效 其實這些執行的描述達成率多少 都是可以當成是一個很好的健康要素的 健康促進的一個成效指標 所以大家不要太擔心真的標準測試的部分 因為那真的不是最重要的東西 好回到肌力肌耐力 驅幹非常重要 那為什麼驅幹的肌耐力非常重要 因為實際的實驗證明 也就是說一樣證據證明說 驅幹的肌耐力跟健康有關 那我要跟大家報告的 就是說肌力肌耐力跟健康的相關 除了這是很多公衛生流行病學的 在健康這個議題的一個實際的證據以外 其實我們自己的研究中心 我們在探討發展齒管兒童的驅幹的肌耐力 跟他的動作發展 跟他的一些活動功能 我們也實際有這樣實際的證據 就是說顯示說一個孩子的耐力 的腹肌耐力跟背肌耐力 跟他的走路功能是實際有關 尤其一個孩子如果正要開始學走路 如果你直接去加強他的腹肌跟背肌 對他跨過那個門檻 就是說才剛開始學走路還走得不穩 對他跨過那個門檻 變成能夠走適當的距離 維持足夠的平衡 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那我們研究中心其實在 在學生的碩士論文 我們實際有這樣的一個證據 所以肌力肌耐力 驅幹的肌力肌耐力 真的是相對非常 對孩子非常的重要 所以日常生活活動 需要有足夠的腹肌背肌的肌耐力 柔軟度的部分 我們知道所有肢體的關節 這些柔軟度都很重要 因為要避免傷害 所以我們一般在談健康促進 我們待會再談活動的原則 你會注意到說 我們其實在做活動的設計 我們都會強調說 如果主要活動 要主要活動身體的哪一些部位 那那些部位就是你在做軟活活動的時候 要把身體弄 開始變成有準備 要開始做激烈活動 有氧活動 那你那些部位就是特別要去強調它的柔軟度 那除了這個以外 柔軟度我們會強調的就是驅幹的部分 因為它也一樣跟健康直接有關 所以我們驅幹是不是有足夠的向前 向後的這樣一個柔軟度 尤其我們一般比較欠缺就是向前的部分 所以所謂的坐姿體前彎 驅幹能夠往前伸展多少 那這個跟健康有直接的相關 所以柔軟度跟健康的相關性 也一樣有健康的一些實際的一些證據 顯示這樣子的一個證據 所以健康體適能四大要素 那這些要素到底受到什麼樣的因素影響 因為如果我們了解哪些因素會影響健康 健康體適能 那我們就從那裡著手 就會是一個有效的一個就是介入的一個方式 那我們有證據顯示 其實要讓一個人健康 要讓一個人有很好的健康體適能 其實不外乎是兩大法寶 就是那個就是等於是從營養 然後從活動從活動介入 所以營養活動是一個非常基本的一個要素 那強調是早期早期的介入 那當然即使有早期介入 如果中間又開始不做 那健康又會回到原點甚至退步 反正健康就是這麼的現實 那包括在場的你我 我們有一些夥伴很年輕 才二三十歲吧 有些夥伴跟我一樣已經是中年了 那我們其實都要心理準備 所以當我們在幫孩子談健康促進的時候 最好我們就跟孩子一起動起來 所以我們常常在談的是機構整個動起來 不是只有孩子動起來 我們工作人員也要動起來 那不只是因為我們動起來做一個很好的示範 示範讓我們的孩子看到大人的是一個很好的模範以外 那其實對我們自己都有幫助 而且我們會覺得說工作其實是很有價值的 因為其實每天那個成就感不只是對孩子的成就感 也包括幫助自己 所以早期介入而且要永遠介入 這是基本原則 基本原則 那要跟大家講的 剛剛講的四大要素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其實我們在活動的時候 同樣一項活動可能針對了只是一個或兩個的要素 那這四大要素有一個非常現實的一個現況 這四大要素很重要都跟健康有關 但是他們彼此獨立 什麼叫彼此獨立的概念呢 就是說你做了 譬如說你專門針對你的心肺耐力 針對你的心肺的適能的部分 那你做了有氧運動 但是不代表你的身體組成也跟著都會變好 所以我們看到有肥胖的人 但是心肺耐力不錯喔 所以就是我們的四大要素彼此其實是獨立的 這四大要素你在活動的時候都要去思考 那譬如說你一個禮拜的活動的分布 你可能四大要素都要有促進到 那四大要素才會同時進步 但是這四大要素又彼此有關 所以這四大要素有非常特殊的一個特性 那基本呢其實掌握它的原則 那跟大家講的健康促進真的很簡單 其實健康促進的關鍵在毅力啦 能不能長期的長期的維持這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把它真的放到生活裡面 那唯有把它放到生活才有幫助 換句話說就變成是一個機構的一個特性 就是這樣子生活 機構的活動的特性 這樣才有辦法持久 否則你給他想說我們這一個階段 這一個時期我們有這樣的一個 新健康促進的一個規劃 那如果沒有變成機構的整個的活動規劃的一部分的 一個常態的一部分 那這一個活動設計 當我們計劃那個就是時間到了 那你要心理準備 你沒有再繼續執行 其實一定真的就又回到原點 所以健康促進必須要長期的執行 而且一定要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那這四大要素再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再介入這四大要素都要思考到 那它的原則非常非常的簡單 真的你待會聽我講你會覺得說 好像沒什麼本來就沒什麼 所以重點是怎麼放到生活裡面 好所以重點是我們怎麼樣變成 孩子生活的一部分 那我們機構生活的一部分 好那所以這個剛剛強調重點 這個惡性循環 如果我們不動的話健康會變差 因為活動量減少 因為活動跟營養 兩個都對健康促進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那在活動的部分 如果我們維持像我們一般所謂現代人的生活 當我們活動量減少 健康風險就會增加 所以我們其實是要打破這個惡性循環 好所以發展慈緩兒童 整個的一個促進 剛剛的掌握剛剛的原則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講 我們怎麼樣讓孩子活動變成常態 那除非這個活動變成是玩的活動 遊戲的活動 孩子喜歡的活動 那我們孩子又很喜新厭舊嘛對不對 我們孩子同一個活動做久了 多做幾次孩子就不想做 這是孩子的特性 所以我們怎麼樣隨時有變化 變成就是在玩裡面做活動 那這個概念是非常基本跟重要的 好所以剛剛提到的 兩大法寶 就是等於是活動跟飲食 那我們的手冊跟DVD有營養的部分 不過比較是概念的介紹 那我們整個的重點 整個重點會在怎麼帶活動 怎麼跟孩子一起玩 所以讓機構動起來的基本原則 融入生活 機構的生活裡面 日常的活動的安排的概念 隨時都可以動 那時間真的十分鐘都不顯少 甚至五分鐘都不顯少 隨時可以做健康促進 所以大家真的不用太擔心說 哇課程這麼滿耶 孩子有這麼多課程的需要 不管認知啦 或是一些單獨的動作訓練啦 或是語言溝通的訓練這麼多課程 那我們台數又幫大家準備這麼多教材 天啊怎麼可能執行得起來 這麼多東西 所以呢我們千萬不要變成 把我們要介入變成是負擔 讓我們利用零碎的時間 所以其實我常常在跟我們的團隊講說 其實我們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利用零碎時間這個地方 而且是把它融入生活 所以我也希望我們今天四個小時 能夠帶給大家這樣一個概念 然後利用機構原本就有的一個設施 所以我們利用零碎時間 讓它累積起來有三十分鐘 所以是可以累積的 是可以累積的 然後呢 畢竟還是要有中高強度的活動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四大要素 鼻鼠獨立嘛 那其中在心肺耐力 你如果沒達到中高強度的活動 心肺耐力是沒辦法訓練的 所以還是裡面要有適度的安排 所謂的中高強度的活動 那記得如果是要進行 比較高中高強度的活動 一定要暖身 而且是要進行中高強度活動 相關會用到的身體部位 要有暖身的這樣的一個 就是準備 然後才開始進行這樣一個中高強度 那我們在整個的活動規劃 不管是15分鐘 5分鐘 或是半個小時的一個 比較正規課程的一個規劃的話 裡面的主要活動 可以利用輪替的方式 那所謂輪替的方式 就是我們譬如說 135跟24做一個輪替 然後讓一個禮拜 或是在固定 固定每次輪替的時間 譬如說我們用週 是一個比較我們習慣的一個執行方式 那我們該運動到的部位 那主要活動 該運動到的部位要運動到 所以有氧活動跟腹肌 背肌的肌耐力的活動 這些都是我們會把它當成主要活動 那其他像身體組成 其實有動就有幫助身體組成 那柔軟度 我們就可以把它當成軟身 跟後面的 就是等於是活動要慢慢盪下來 讓它緩和起來的一個活動 那這是我們一般有的規劃 所以現在給大家看 這個是我們規劃的一個概念 所以時間少時間多 那你怎麼去做適當的一個分配比例 所以我們把主要活動放在中間 那剛好柔軟度的部分 伸展超的部分 可以當成就是那個暖和 跟後面的緩和的活動 那做一個適當的分配 那如果天氣有改變 一般天氣比較冷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所謂的緩 那個暖身的活動 那個時間就要拉長 因為要讓身體準備足夠了 才做激烈的活動 那這都是我們在規劃健康體能的 去活活動的一個基本概念 好 那我們開始來談 每一項要素的活動準則 活動準則 身體組成在談身體的組成分嘛 所以營養其實影響身體組成非常大 我們知道說我們吃的 吃的那個飲食的部分 如果我們的就是等於是 在脂肪的攝取的部分 的部分攝取比較多的話 其實會影響到身體組成 那活動跟營養是要互相搭配的 那活動在身體組成有一個概念 重要的原則 請大家特別把它畫起來 其實我們如果要影響我們的身體組成 譬如說大家在談 如果是一般的成人 在談說希望就是身體的那個組成更好一點 肥胖的狀況能夠做一些降低 那他記得其實主要要影響身體組成的是 中低強度的運動 因為一般我們活動強度比較強 你反而不會消耗到所謂的T脂肪 不會消耗到T脂肪 那所以日常生活只要是站立啦走路 不是靜態坐在那裡的活動 其實都是很好的身體組成的活動 那當然如果能夠持續的有氧活動 那不一定要高強度 因為高強度不是針對身體組成 是針對心肺耐力 所以一般比較緩和的有氧的活動 那也是身體組成一個很好的活動 所以走路就是一個很好的身體組成的一個活動 好那每天要累積時間 身體組成的活動可以累積 所以累積這個概念也請大家把它記起來 所以呢雖然這兩天被那個就是來這邊上課 所以有很多時間坐著 那待會休息也一定要起來動一動 這個就是在累積身體組成的活動時間 活動時間 那讓我們身體的大肌肉要用到 那其實要常態的做那一定要有趣 覺得這個是一個就是有趣願意 就是不知不覺就會想做的一個活動 那我們怎麼樣讓孩子 常常在在休息的時間 在等待的時間 那可以帶一些團體活動 就是遊戲活動 讓孩子玩的過程 其實你就在做健康促進了 所以你就可以去註明這個其實 就是你我們機構設計的健康促進的活動時間 好那整個機構的策略 我們簡單把它分成三大類型的孩子 生長發育不足的孩子 那就是表示肌肉骨骼系統 其實肌肉骨骼的組織的部分 還有帶發育 那我們知道我們的骨骼要發育 我們的肌肉發育要去做牽拉 要去讓它沉重 其實這個對骨頭的整個生長 是一個比較好的刺激 我們骨頭有所謂的生長層 那一定要讓它有沉重到肌肉 有用力到去拉扯到骨頭的生長板 然後這樣才對骨頭的發展是有用的 所以在生長發育不足的孩子 那我們尤其要強調很多沉重的一些 站立沉重的活動 那孩子沒辦法獨立站怎麼辦 所以三立用站立架 三立用一些 一些就是我們機構就有一些設施 讓孩子有很多站立的機會 那甚至走路的機會 那這個都是一個對生長發育 比較不足的孩子很好的身體組成的一個活動 然後如果是比較肥胖的 肥胖的話 那如果是非常的肥胖 那可能一般的走路 尤其是爬樓梯 對它的關節的負擔就會太大 所以這時候水中運動就會很好 那水中運動因為又對心肺耐力有幫助 所以我們對肥胖的肥胖者的話 其實可以強調水中活動 那不是肥胖者水中活動也很好 因為一方面也是生理組成的活動 那再來就是對心肺耐力是有幫助的 所以那個我們一般的概念就是 體適能好的要繼續做 那體適能不夠的那要加強 所以就是等於是人人都要做健康促進 人人都要做那個體適能相關的 健康體適能相關的活動 那我們知道其實我們常常會接到這樣的一個反應 就是說孩子很重度 那動作發展才就是說 譬如說翻身都很困難 那就是等於是很多活動需要很多協助 那到底怎麼做 是不是就沒辦法做健康促進 大家記得其實我們的復健運動本身 其實就是一個身體活動的概念 身體活動的概念 那我們在孩子的活動 比較不能的孩子 那我們就從地板做起 所以大家 待會兒我們再介紹我們的手冊跟DVD 大家會看到我們介紹很多地板的活動 那地板的活動 我們就是要讓這些動作比較不能的孩子 也有機會 能夠執行相關的活動 所以不管那個哪一種 哪一種狀況的孩子 或是我們一般的 一般動作是沒有齒環的 那主要是其他領域的發展齒環的孩子 其實在他生活中的加強他的活動 對他的身體組成都有幫助 好 重度動作障礙的孩子 在地板上的不管是 扶握光做抬頭的活動 那上肢的沉重爬行 還有翻身這些都是一個很好的活動 那我們因為要強調身體要沉重 那腳還沒辦法沉重 那我們就用上肢開始沉重做起 那我們利用很多上肢的活動 其實就開始促進他的肌肉骨骼系統 好 這是針對身體組成的部分 那心肺耐力強調的是持續 強調持續 可是我剛剛又說五分鐘也不顯少 沒錯 因為其實實驗的證據顯示 如果心肺耐力真的很差的孩子 你光持續個一兩分鐘 對他的心肺耐力就有幫助 換句話說 其實心肺耐力好的 你持續時間反而要比較 拉得比較足夠比較長 你才能訓練到他心肺耐力 那心肺耐力差的孩子 你只要讓他能夠持續做 那你看到他只要做這樣的活動 他會稍微流汗 會有點辛苦 這就對了 因為這就是訓練他的心肺耐力 所以那個就是能力比較差的孩子 那個零碎時間的應用 反而是更重要 因為對他就會有幫助 好 那心肺耐力的原則 就是要強調的是一個中高強度 那我們待會會看到 就是會給大家說明 什麼叫中高強度的一個概念 那心肺耐力是隨著進步一定要去調整的 所以這邊寫一個定期評估運動進度 就是這樣的概念 孩子你同樣的設計喔 所以我們平常設計的我們的ISP 設計了我們那個機構裡面的課程 那同樣的活動量 你看到孩子變輕鬆了 你就知道你要改變了 改變運動的方式 然後或是改變 增強你運動的時間 那讓他開始還是有點超到 那才是真的對心肺耐力 所以這個原則提醒給大家 所以這是一個基本 就是我們一般自覺活動強度 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那自覺本來是自己活動的人的自覺 那這個是行為的指標 可以用觀察的 所以你看到孩子持續在做某一項活動 你就知道他身體 任何一個身體部位 任何一個他可以動的方式的活動 那記得一定要有趣 因為孩子才願意持續嘛 那你發現到他有點辛苦 那就對了 太輕鬆 絕對不是所謂的心肺失能的活動 所以這個自覺活動的強度 本來是給 就是運動的人自己自覺的 那對我們 對我們的服務的提供者 我們的機構的工作人員 就是一個很好的行為的指標 你可以去觀察 所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所以機構的策略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時間短真的是OK的 你只要真的讓孩子有那個運動 持續的一直做相同的活動 做動作然後持續的做 讓他有點是有點辛苦 那就對了 讓他有點辛苦那對 因為那個就是等於是 讓他的整個心血環 包括呼吸系統的一個整合 能夠有促進的一個效果 好 那那個這個原則掌握以外 再來就是一個禮拜 畢竟要有適當的時間來做這類型的活動 所以我們會強調說 其實每星期至少三次以上 那我們如果機構真的沒辦法 沒辦法就是把就是有固定的 足夠的活動時間 那你就善利用零碎的時間 尤其是對比較重度 重度就是肢體活動 比較不能的孩子 那又要個別指導的話 你就可以善用那個零碎的時間 那如果可以團體帶活動的話 因為心肺耐力是最容易做遊戲的 因為孩子會喜歡玩這些遊戲 會玩得很high 那就對活動能力比較high的孩子 其實你就可以把它放到結構化的課程 其實一般健康促進最容易看到成效的 常常是心肺耐力 常常是心肺耐力 反而肌力肌耐力跟柔軟度 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好 所以重度障礙的孩子 就是持續持續的概念 所以他即時只能做地板的活動 光輔握抬頭 所以你會看到我寫的 怎麼都跟剛剛身體組成一樣 因為其實相同的活動 如果你只是比較低強度的 讓他慢慢的做 那個就是身體組成 身體組成 你強調持續讓他有點超到有點喘 做持續的三分鐘五分鐘 他開始有點冒汗 這就訓練到心肺耐力 所以這個原則掌握的 你就可以把它活化在你的課程 跟遊戲帶活動的設計裡面 所以記得其實我們帶給大家的 都是一些參考能夠帶活動的方式 那老師們你們其實是最有創意的 因為每天跟孩子在一起 那每天其實是要發展一些 比較有創意的東西 那其實我們常常在那個 就是健康促進這個領域 我們的一些就是跟機構合作的一些經驗 還有跟家長合作的經驗 我們就發現說 常常有時候進行了幾個月之後 我們可以開始把這個 創意的責任交給孩子 因為你可以每天問孩子說 你今天想怎麼玩 所以孩子其實有時候 回饋會讓你嚇一跳 孩子自己會想他怎麼玩 那個玩的方式 就可以做健康促進 所以這個也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是需要搭配適當的音樂 因為音樂對活動非常有幫助 所以在心肺耐力我們怎麼樣 用節奏輕快的 節奏比較快的 讓整個人動起來 然後持續的動起來 所以音樂啦 那機構原本的器材 這個善利用 那其實會對整個活動的執行 是有幫助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待會再看我們的DVD 再介紹我們的手冊 這部分再跟大家做分享 好所以加強活動的強度的方法 因為孩子同樣做相同的一個設計的活動 怎麼變輕鬆了 那我們就要加強嘛 否則你心肺耐力是沒辦法再促進的 那怎麼加強呢 所以提供幾個重要原則給大家 你把活動速度變動作速度加快 那這其實就是加強他的活動強度 就是對孩子的負擔變重的概念 所以本來是慢慢做 那開始節拍變快 你要求他的速度變快 這個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一個加強活動的方式 但是不要用猛沖的方式 因為其實還是要適當 尤其前面的暖和的 暖和的部分 一定要先做起來 然後才做這樣子的一個主要活動 然後呢 常常我們在持續帶活動 發現說孩子好像有點喘不過來 這時候不要全部回到是靜下來 而是慢慢把速度變慢 然後看孩子又可以了 那速度又加強 所以這邊所謂減少間歇休息時段 這個我們平常在帶活動 我們因為要強調持續 要強調足夠的量 足夠的 足夠的那個多心肺的一個負擔嘛 那我們會把那個速度加快 或是我們做的動作 譬如說身體部位用的更多 那發現孩子有點負荷 那你就稍微緩一點 不要完全回到零點 緩一點做緩的 緩一點的動作幾分鐘 那看孩子又可以 那又把它加強 那如果孩子能力變好 你這個間歇休息時段就可以變少 所以這邊寫的概念 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重量主力進行活動 這也是加強活動強度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常常會善利用小朋友的書包 他的水平 變成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活動 來增強他的活動的要求 那個重量的一個要求 所以我們增加重量在軀幹上 那增加重量在四肢上 那這些主力都是一個很好 對加強心肺耐力的一個活動強度的一個方式 好方法很多種 那時間頻率怎麼進行 所以其實我們常常說 為什麼心肺耐力是在整個健康處境 最容易看到成效的 因為他就是我們一般在 又帶遊戲團體活動的一個 就是就可以執行的方式 所以不管地板行進跳躍球類 或是水中的活動都可以 那最重要的就是老師一定要有創意 機構的老師一定要有創意 因為要讓孩子每週都有新鮮感 每一段時間都要有變化有新鮮感 所以要善利用等於機構原本的設備 那不管是球啊等等 其實機構原有的東西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 健康處境真的不需要再去額外買什麼東西 機構原本在找療就有很多設施設備 善利用這些設施設備 怎麼讓孩子玩起來 那個才是真正的學問 那才是真正的學問 好那20分鐘是一個理想的時間 那時間如果真的不夠沒關係 那每週至少一到兩天 那如果真的能夠每天做 那是一個最棒的 最棒的一個方式 好回到肌 來開始進入肌耐力 那因為跟健康有關的肌耐力 是腹肌跟背肌 所以腹肌跟背肌 所以在腹肌的部分 我們要強調我們能讓腹肌真的用力到 用力到 那孩子連一次的仰臥起坐都做不起來 那我們就沒辦法訓練腹肌嗎 其實不會的 我們訓練腹肌有非常多方法 所以待會就會帶出來 那我們的影帶跟手冊 對整個活動的介紹 有非常詳細的一個介紹 好那背肌的部分 我們怎麼訓練我們的背肌 就是我們的脊椎旁邊的這些肌肉群 我們怎麼把它訓練到 那我們趴著那個小飛肌的這樣 那個腹臥仰體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那如果真的沒辦法做這樣的動作 我們可以做靜態的 那也可以利用其他的活動 所以譬如說我們做到站 其實背肌也要用力 所以其實有很多變化的方式 好所以先談腹肌的部分 腹肌如果耐力不足 那我們用仰臥起坐 就直接可以訓練到我們的腹肌 那背肌用腹臥仰體 中度動作障礙的 中度動作障礙的孩子 那怎麼訓練他的腹肌 其實剛剛剛好有人咳嗽嘛 其實咳嗽本身就可以訓練腹肌 所以我們來稍微測試一下 體驗一下 好所以因為我們那個就是 避免彼此感染嘛 所以你用你的一隻手 摸著你的嘴巴 然後另外一隻手摸你的小腹 好咳嗽一下 小腹有動的舉手 小腹有動的舉手 都有吧 有沒有動 有齁 所以孩子如果真的腹肌很差 連仰臥起坐 或是你把他浮那個靜態 把他半仰起來 然後他連維持都沒辦法維持 那其實就先從咳嗽訓練起 那可以拿一張 一張衛生紙 也可以讓他訓練吹 因為吹氣本身也會用到腹肌 也會用到腹肌 好那不過對重度動作障礙的孩子 其實我們 非常就是建議 就是所謂翻滾的動作 因為既然動作 重度動作障礙 那就表示說他連翻身 一些做起來的這些動作都還很不難 那你在做動作訓練 同時訓練我們的軀幹的肌肉 同時訓練我們軀幹的肌肉 所以翻身就是一個很好的訓練 那如果可以用遊戲的方式 譬如說我們待會會介紹什麼捲心筆等等 遊戲的方式訓練連續翻滾 那腹肌背肌就同時在訓練 所以我們介紹原則 但是你一定要把它變成是一個遊戲 一個有趣的好玩的 那如果真的不行呢 譬如說躺著的 做踩腳拉車等等的一些動作 所以這邊有很多圖示的概念 提供給大家 所以那個就是躺著 然後腳抬起來 那大家知道如果腳放得越低是越難 越高其實反而是容易 那不管怎麼樣 如果孩子能力比較差 我們就先從他能做的部分做起 所以躺著就可以訓練我們的腹肌 那給大家看的 譬如說最左邊那個捲心筆的活動 大人跟孩子就可以玩 那甚至能力好的孩子 尤其如果大家有所謂的融合班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讓能力好的孩子 跟能力不好的孩子搭配成一組 那彼此來做這樣的遊戲的活動 所以兩兩一組 那這些都可以訓練 那幾年前我們在養生村這個場地 有帶體驗活動 那不過因為今天的時間跟那個場地 比較沒辦法做 所以我們待會會用一些銀帶 給大家比較有感覺 那反正現在銀帶也都放在網路上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 都可以那個下載 或是趕快填問卷就有DVD 所以這個就是以後都可以當作參考 好那如果是那個就是 剛剛是腹肌 那背肌的部分是伏握羊體嘛 伏握羊體 那如果真的是趴著抬不起來 那我們就做很多其他的變換 變換的活動 那譬如說玩遊戲 那趴著彼此傳東西等等 或是在就是人趴著做所謂的 路上游泳的活動等等 所以這邊也一樣有一些圖示 那我說其實孩子 你是協助他做到站的活動 那也是一個背肌的一個訓練 背肌的訓練 那我們常常說做抬屁股 小火車要過山洞 那這個也都是背肌的一個訓練 背肌的一個訓練 好那背肌跟腹肌要看到成效 沒那麼容易 大家有心理準備 其實肌耐力跟柔軟度 要在譬如說半年 看到很顯著的成效 不一定是看得到的 因為他需要更長的時間 心肺耐力真的一兩個月 你就會看到有差 那那個在肌耐力的部分 其實是要比較有耐心 但是你有做 絕對對孩子有幫助 我就說其實我們真的 有實際的證據顯示 當我們去加強他的背肌腹肌 我們發現孩子 跟另外一群沒有加強背肌腹肌的孩子 他從開始學走路到能夠獨立 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穩定度 走一段距離的孩子 那一段時間是真的縮短了 那就是我們做所謂的健康促進 那對動作訓練 對其他的復健領域 其實是一樣是有幫助的 好所以肌耐力我們就可以規劃 譬如說每週有三日的機構的運動日 那我們用孩子本身身體的重量 就當成是一個很好的重量訓練 因為他訓練肌耐力 其實是需要有重量的 那本身身體的重量 就是一個很好的重量訓練 所以為什麼背肌腹肌 你光在做的過程 可以直接訓練到肌耐力 那如果強度要再增強 再讓孩子開始背書包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背一些 或是手拿一些水瓶等等重物 好所以增強活動的強度 就是我們用自己的身體的重量訓練 那還不夠 所謂不夠是因為孩子進步了 已經可以連續動態做好幾下了 那我們怎麼再加強 那我們加強的方式 增強次數 增強時間 再也就增強阻力 那背一個書包裡面放小沙包 或是放水瓶 那這個 那逐漸增加 不要一次太貪心 要看孩子的狀況 那逐步增加 所以我們一般都建議說 就先用0.5公斤開始 那逐步增加 好 那方式時間頻率 方式時間頻率 跟剛剛的心肺耐力 其實有一個相同的原則 最好一週能夠三次 如果每天做當然最好啦 我們一般如果一週做三次 那做的次數不夠多的話 真的連半年都不一定看得到成效 所以大家其實就是說 因為肌耐力是可以分開做的 所以孩子有一些空檔的時間 五分鐘就可以做幾次 那累積那個做的次數 那這也是一個訓練的一個方式 訓練方式 那你怎麼知道說 到底腹肌跟背肌有沒有用力 你可以 你可以那個 就是等於是 用你的手去體會 是不是他的肌肉有在收縮 那這個 就是你如果想確認一下說 孩子到底腹肌背肌有沒有用力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 來做確認 好 那柔軟度的部分 曲幹的柔軟度 是我們這次強調的重點 曲幹柔軟度是我們這次強調的重點 因為他跟我們的健康促進 健康體勢能是有直接相關的 不過肢體的柔軟度還是要注意喔 尤其你如果在帶主要活動 心非耐力的跑那個 譬如說玩遊戲等等 那肢體會動到 所以這些還是要先做準備 也就是說要先做暖活的活動 來幫助身體準備起來才做主要活動 所以跟健康有關的是曲幹的柔軟度 但是我們在做活動的準備 那是身體會用到的部位都要準備 這個概念請大家注意一下 那一般如果我們特別是要去做伸展 那要注意是在可忍受的範圍 換句話說 不適合做完了伸展的運動的訓練之後 那隔天還有疼痛的感覺 那就表示那個量可能有點過多了 好所以柔軟度是要加強 那柔軟度加強就在孩子 在那個動作的最大伸展的姿勢 要有適當時間的維持 那我們一般在這個領域 我們會說希望至少維持個15到30秒 那我們一般在教學在課堂裡面的話 我們不一定有碼表 所以你怎麼確認是15到30秒 那就可以數 那一般我們數的方式 10001就是一個1秒的概念 你如果直接喊123那個就太快了 好那當然有時候孩子不一定能維持 那就逐漸拉長那個維持的時間 那完全沒有一個停頓在最大伸展的姿勢 對柔軟度是沒幫助的 換句話說你只是伸展到那個角度 然後你又馬上回來 沒辦法幫忙他的柔軟度再更往前 再更往前 好那這邊給大家看的一些活動的介紹 包括打開雙腳層八字型的坐著啦 護床護床物品的這樣子活動的一個介紹 那是對重度障礙的孩子 沒辦法直接坐姿提前彎的 那我們可以用這樣子的活動 來開始帶起來 好那主動那個被動的伸展 的活動一樣是可以三粒用機構原本就有的器材 然後在有氧活動的前後 因為前面是暖活的活動 後面就是緩和嘛 緩和 好 好那個主動被動的一個要點 剛剛應該都有講啦 就是要有趣味 要有趣味 那不應該是 尤其是隔一段時間不應該還感覺有疼痛的感覺 那我們有時候拉得太緊 可以看一下孩子的表情 所以行為觀察一向都是我們在做健康促進 很基本的一個原則 好那要停留適當的時間 目標是15到30秒 那如果剛開始沒辦法 那就至少2到3秒 1001 1002 1003 至少2到3秒的停頓是一定是必要的啦 那每天要要重複要有足夠的次數 所以我們建議說一回5到7次 那一天至少兩回 這個都是一個非常基本的一個原則 一個非常基本的原則 好那我們如果是在談整個機構的 健康促進的活動的話 我們一般會建議因為一定要放到機構的生活裡面 那結構化的體能課程要有一週 譬如說3次或2次的體能課程 再來是在整日的孩子的活動時間 包括孩子家長送進來 那到離開甚至等家長來接送的那些等待的時間 都把它放進就是我們可以做健康促進的要素 那這樣子的一個執行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那其實是會很有幫助的 會很有幫助的 好那我們在手冊跟DVD 有介紹所謂教案的活動 那我們甚至在教師手冊 有提供好幾個教案的範例 提供給大家參考 這在後面的課程會介紹 所以怎麼樣執行 我就把這部分留給我們雲賢 待會做這部分的一個介紹 那強調真的就是要變化了 所以這些都是原則性的 那其實老師絕對是這邊的專家 怎麼樣變化課程讓孩子覺得好玩 那我們放入生活型態第一類的活動 所以我們其實不強調再購買新的東西 而是怎麼樣規劃我們的機構的 比如說我們的角落啦 利用零碎的時間 這樣子的原則來執行這樣的健康促進 那活動最難的 最難的就是沒辦法持久嘛 我們常常知道說 如果真的是有固定結構化課程 那孩子被強迫要動 那一定會動 那你會看到一點進步 那等到開始沒有這樣的課程 又回歸原點 所以呢就用 晚的方式好不好 從晚的方式開始做 那你真的變成晚的一部分 你不做 孩子會要求你 所以老師 今天我們怎麼沒有這樣晚 所以這樣就對了 當孩子這樣要求你 這就是你的指標 表示你健康促進成功了 讓孩子自己都覺得說 好像沒有這樣子動 沒這樣晚 是不夠的 好像缺了什麼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指標 那怎麼樣有創意 所以放到生活上 放到生活上 那我們最後一小部分 我會介紹 如果孩子在玩的過程 因為每天的狀況可能不同 那尤其台灣又很容易有流感嘛 所以當孩子有狀況的時候 你怎麼樣 怎麼樣做一些安全的保護措施 看到孩子的表情 狀況不適的一個表情 等等的一個狀況出現 其實對這個孩子 我們就停下來 然後一定要讓通風 就是活動的場所一定要注意通風 然後讓孩子做深呼吸 其實深呼吸 調節我們的呼吸跟那個 就是等於是我們的 那個利用這樣調節的方式 其實會讓這樣的不適 能夠明顯的下降 能夠明顯的下降 那那個剛開始也許可以放引帶 然後老師再跟孩子 因為孩子如果看到引帶的孩子 玩得很活潑很快樂 他搞不好就會跟著動起來 好 所以最後一小部分 介紹怎麼看到進步 然後一些重要的安全措施 好 身體組成 我們要看身體的主成分嘛 對不對 那 是不是肥胖 是不是過輕 除了我們用觀察 可以有一點掌握以外 有一個很棒的指數叫重高指數 那這個重高指數 其實在國健局 也在用這樣的一個指標 而且他很容易懂 那他需要有一個 因為他其實有一個非常好的概念 他對性別跟年齡 他已經做了校正 所以他的公式非常簡單 就是體重除以身高 再除以一個 那個就是衛生署有公高 這樣一個重高的常數 那我們也有把這樣的資料 提供給大家 也在我們手冊 手冊裡面 好 所以重高指數 如果孩子是位在0.9和1.09之間 那你就知道說 那孩子現在的是在一個很好的一個範圍 那其實身體組成是在正常範圍 還是要繼續保持 還是要繼續保持 心肺耐力好嗎 心肺耐力怎麼測試 那我們在兒童的部分 我們建議可以有6分鐘的行走測試 可是孩子不一定做得到啊 所以標準化的測試 不是總是可以用 在我們發展磁環這個領域 常常沒辦法用 那沒辦法用怎麼辦 其實有太多方式啦 就是孩子跟自己比就好 那其實很多簡單的方式 剛剛提到的 6分鐘行走沒辦法 那就讓孩子推著輪椅 推著他的助行器 或用爬行的方式 那甚至同樣的動作 在固定的時間可以做的 在就是 譬如說固定的次數 譬如說要做30次 那那個次數的時間變短 那就表示他心肺耐力變好 所以其實太多指標 都是可以利用生活上 甚至你用行為的描述就好啊 同樣的一個活動 以前5分鐘的一個 這樣子一個遊戲活動 孩子就喘吁吁 現在這個活動執行對他輕鬆 這就是一個進步的指標 進步的一個指標 好 那任何一個 無法移動的人 其實同樣的一個姿勢 本來要很用力 變輕鬆的就是指標 所以這個就是這樣的概念 好 那肌力肌耐力也一樣 我們肌力肌耐力的標準測試 一般都是所謂的 動態的標準測試 那我們發展一些 我們在手冊DVD告訴大家 可以就是等於是 就是可以用靜態的方式 那手冊裡面還教你一些簡單 簡單的其他的一個 簡單的評估方式 好 那柔軟度 坐姿體前彎是一個標準 因為我們如果是在談健康體式 軀幹的柔軟度很重要 那如果真的沒辦法做 我們在手冊裡面 介紹另外一個替代的方式 那就是我們的膝蓋 我們的膝關節能夠伸直的那個角度 好 那所以其他綜合式的 健康體能評估方法 都是一個可以就是用心位觀察 用直性的描述 你就可以去談你為孩子做什麼 那孩子真的進步了什麼 所以真的不要把評估 就是指標把它看得很難 對 你只要真的有用心去觀察 然後你按照這樣的原則去帶 真的你就會看到進步 就會看到進步 好 那我們在手冊有提供一些基本的表格 那很強調的 其實健康促進因為要持續做 所以定期的評估 定期的調整是絕對必要的 所以如果我們在做機構這部分的 相關的評鑑的話 機構有沒有適時的利用 不管你直性的描述 或是量化的指標再去做調整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機構在這部分用心度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所以評估計畫執行再評值 所以因為孩子健康體勢能會有變化 可能會變好 那有時候因為沒做或是生病一段時間變差 所以這些你怎麼樣把它適當的呈現出來 然後再去針對你的 你的讓機構動起來的活動方式做調整 這就是我們機構在這個領域用心的一個程度 那後面就是等於是剛剛的演練的部分 就那個問題我待會留一點時間給大家問 然後我們雲顯待會會介紹實際操作的部分 最後簡單快速帶過安全的部分 好 生長活動有時候老師會超之過急 或家長會超之過急 所以第一個生長活動你一樣要慢慢的做起來 那那個部位要熱身要暖起來 才有辦法再繼續往前更伸展 那一般如果才剛好譬如說有骨折啦 或是說有韌帶有受傷的話 或是那個地方有腫脹的問題 其實那一段時間是要避免做的 那比較就是張力比較低的比較弱的 虛弱就是等於是比較那個沒有 摸起來比較沒彈性的肌肉 你在做柔軟度你要記得不要超之過急 那不要超過一般我們正常所謂一般人可以活動的範圍 這個孩子如果張力過低 那你就不需要特別去活動這樣子的 就是那個關節太鬆 你就不要特別去活動那樣子的一個關節 所以這邊提供一些禁忌 也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心肺耐力就是要注意行為觀察 每次活動的時候看孩子能夠適應的一個狀況 那要慢慢的加強不要一次超之過急 要預防運動傷害的一個 就是等於是這樣的一個觀念啦 那肌力肌耐力的部分也一樣 因為它都是主要活動的概念 所以在開始做這樣的一個肌耐力的訓練之前 一定要暖身 一定要暖身 要把它暖起來 身體那個部位要暖起來才開始做那部分的訓練 那平常我們在做 就是仰臥起坐或是腐臥養體的 這樣子背肌腹肌的訓練 我們發現孩子容易就是譬如說憋氣 容易因為要配合大人 所以他非常用力的情況之下 你看到他在憋氣 那你這個要跟他強調 叫他不要憋氣 叫他放掉 那你有時候讓他講話 他就鬆掉了 讓他講話 譬如說你問他讓他講話 他就鬆掉就不會憋氣 那如果有特殊的疾病 那就要特別注意 所以安全的準則 就是要一個人的狀況來做適當的調整 那真的身體不適馬上停止活動 那移到通風營養的地方 放鬆調整呼吸 那一般的運動時最大的心跳 不宜超過160 170 那如果孩子已經在這樣的頂標 也就是說看他有點喘吁吁的 連講話都沒辦法講 你應該要適度緩和下來 所以我們會在帶所謂的心肺耐力 高中高強度的活動中間的過程 我們也會緩和強 緩和強 這樣的一個交替的一個活動的執行 如果活動完當天 那段時間 孩子有一些運動過度的徵兆 那老師是要去檢討一下說 那我們要不要把量下降一點 所以這邊有一些行為觀察的指標 包括一些 就孩子 情緒啦 或是胃口 睡眠 這些都是一個 所謂的行為觀察的指標 行為觀察的指標 那有時候可能孩子還有其他的問題 不一定是運動過度的問題 所以你等於就是要去試 當我運動量下降 孩子有沒有改變 如果孩子還是沒改變 看起來還是五金打彩 那可能還有其他問題 所以這個其實是要交替去找出問題的 那一般運動傷害的預防 預防就是常常就是熱身身體不夠暖 部位沒有暖起來 就去做大量的那個部位的活動 那動作錯誤 量過大疲勞 那環境的器材使用不當 那很重要的 孩子其實常常一次的受傷之後就不敢動了 所以鼓勵慢慢來 其實是還蠻重要的 因為這邊寫說活動傷害 是建立活動習慣的頭好殺手 我們一樣 我們常常做了一件事情 如果有負面的 那我們就會停滯 就不敢再做 所以這部分的話就是說 在活動的過程 老師在環境安全的安排的部分 要特別注意 那如果真的有極性的運動傷害 這個Price的原則 大家應該也都還在機構應該都還守 那如果是慢性運動的處理的話 那除了部位要阻礙休息 其實一些醫療專業的協助是必要的 必要的 好 那熱中暑熱衰竭 在活動的場合通風不夠好 那濕度比較高 那溫度又高的話 那一些症狀 那其實那個原則跟剛剛講一樣 就移到陰涼的地方 讓他呼吸做調整 那補充水分 好 那肌肉抽筋很重要的 肌肉抽筋的話 我們是要讓抽筋的那個部位 慢慢的伸展 那不適合用所謂我們去垂打 那用力去按摩 想說把它按摩按鬆 其實這不是正確的做法 所以我們其實一般的處理 就是要放鬆然後慢慢伸展 說第二點 慢慢讓那個肌肉慢慢伸展起來 所以這個是肌肉抽筋的一個原則 好 最後我們不少發展障礙的孩子 有癲癇的問題 那也可能有用藥 那如果有用藥的話就請 那個就是等於他的看診醫師 確認一下他有沒有運動的禁忌 所以一般運動對癲癇症的控制 包括症狀的改善 腦功能實際上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最後用我們 我的好朋友 台北的馬街醫院 非常有名在這個領域的邱南昌醫師 他曾經提出了九大點的注意事項 那我們有放到我們的手冊 就是包括癲癇症的者 如果要運動的話 一些重要的原則 包括應該要補充足夠的水分 那不要讓他真的是 就是活動到極端 就是把體力耗盡 因為當一個人太過疲勞 很容易會引發癲癇症 所以有活動 那有一點辛苦這樣就好了 不要太辛苦 好 所以感覺很熱很累 這樣就一定要休息 要足夠休息睡眠 那營養 那頭部避免碰撞 那當然在孩子可能不會談 避免喝酒 因為這是針對出了癲癇症的孩子 那藥物一定要定期的服用 那再來是我們就是 要知道我們癲癇症嘛 因為一起活動的孩子的人 要準備就是說 萬一真的有狀況的時候 怎麼做緊急處理 所以這個是一個還蠻值得參考的 那癲癇症者是鼓勵活動 鼓勵適度的運動的 其實 下一次有不少這樣的證據 實際上是對整個 包括他的老功能等等 是有幫助的 好 那我們 最後應該幾張就是 只是要引到我們下一場的 雲顯的演講啦 跟大家報告的 我們94年幫國建局編了這樣一個手冊 那這個手冊 那個就是等於是 是國建局的智慧版權 當年我們也拿了政府 那個最佳的 所謂的那個 最佳的 最佳的那個叫什麼 出版品 就是一本應該值得參考的手冊 那現在國建局實際上是委託一個 那個書商在賣一本一百塊了 對不對 國家書局 國家書局在賣這個手冊 好 那後面就非常感謝台書基金會 我們參加基金會 那讓我們接的上去 所以包括DVD 然後包括教師手冊 所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好 那這是我們手冊 那今天我們也有現場帶手冊 所以如果大家想過來翻的話 休息時間可以過來翻 那這是我們的DVD 好 那接下來就是工具的部分 其實我一直看不到時間 所以不好意思 不知道時間控制是不是還OK 還可以嗎 快很多 所以我講太快了 因為我看不到 現場看不到時間 好 那 我們感謝陽明大學李淑貞教授 幫我們介紹這個 健康提示人手冊 教師手冊的這個大事上的內容 那待會兒再會做一個DVD的介紹 好 馬上 好 就是看現場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有些夥伴 可能不是第一次接觸 來 請說 場地太大了 教授 教授好 我是台南市西北區應用發展中心 我是教保組長 那我在第一線的時候 我在看老師的一些科技 在做目標設計的時候 會非常強調時間 數量 就是一次做幾下 那因為其實教保人員在養成過程 在積耐力這個課程 似乎不是 過程當中 因為畢竟我們都是保育能員跟教育 我想請教李教授 就是說 當我們 當你在看 我現在困擾就是 老師在設計這個課程 我怎麼知道這個數量 跟這個時間 是適合我這個孩子的一個 身體功能 或身體的運動方式 那不曉得教授會給我們一些建議 謝謝 因為健康 健康體制呢 尤其如果在課堂執行 是團體活動 然後再個別加強 其實我們會 建議就是 有團體活動 然後再個別加強 所以孩子的初始 原本的狀況 其實要先掌握啦 所以我們介紹的一些 簡單評估方式 可以參考 好 那如果就是 是以教保組長的角度 你怎麼知道說 這樣的設計是不是夠的 所以你 應該是你要去要求的 主要不是那個 就是比較不是 復健訓練那個概念 說 哪個動作要幾下的概念 而是這個活動 是打算要怎麼玩 然後你怎麼玩起來 那玩起來裡面會 促進到健康體制呢 哪個要素 如果教保員寫了出這樣的東西 就表示他有概念了 所以這個 這個反而是重點啦 那打算玩多久 那所以他這個 譬如說他打算 這個是四五分鐘的活動 所以你要注意 他有沒有暖身的部分 那有沒有主要活動 所以我們待會雲璇 會把這個課程設計再加強 就是暖身主要活動 然後要緩和 所以你真的要看的 反而是這個 課程的設計 是不是合理 那對孩子恰不恰當 那我跟你說 孩子只要玩起來 玩得high 體制能一定進步 所以跟那個復健訓練 那個個別不太一樣 那因為你談的應該是 主要是那個 課堂的活動設計嘛 這樣可以嗎 可以好 OK 好不曉得還沒什麼問題嗎 我個人是獲益良多了 因為我這一把老骨頭了 然後每天坐在辦公室 我看我的體制能 這個狀況就是很差 一定很差 要活就要動嘛 對不對 所以這本手冊我想 我可以好好塗一塗 我會得到很多的這個幫助了 不曉得各位還沒什麼問題 我先補充一下 因為我們兩個頭髮都白了 我其實最近有一個覺悟 因為現在很多失智症的證據顯示 那個就是我們 像我們這種年紀 就還有我們的父母親要活動 而且要活動到有點喘 有點流汗 對腦功能有幫助 可以預防失智 所以那個 現在很多 腦科學的證據 有這樣的顯示 我是戴白色的假髮 沒那麼老啦 開玩笑 不曉得各位有什麼問題 對這個手冊 那待會我們會做DVT的介紹 對 今天比較沒辦法 就是大家體驗啦 時間跟場地 對 有什麼問題 沒有 那我們就告一個段落 先休息一下 好 要活就要動 就動起來吧 休息15分鐘 休息15分鐘 謝謝 謝謝 謝謝